大家好,我是Dan IJuan成员强王娘确诊了新冠肺炎 8月29号,所属公司Stash娱乐官方表示 28日收到了所属艺人安宇静 强王娘与被确诊的外部工作人员路线重合的消息后 立刻接受了PCR检测 检测结果,29日上午安宇静获得了阴性判断 强王娘被确诊新冠肺炎 目前强王娘正在按照当局的指示采取着必要措施 虽然安宇静被判定为阴性 但为了先发制人的对应 立刻中断了原定的一切行程,进行居家隔离 对于让大家担心的部分,希望多多谅解 马上就要生日了 希望强王娘能早日康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pply成员兴举的护广告争议 首先,护广告是指 在YouTube、Facebook、IG等地方 明明是业配的商品却没有实现标注 让观众们误以为是自己花钱买的一样的情况 因为前一阵子在韩国 艺人们、著名网红们的护广告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很多名人们都相继上传了道歉文 甚至也有网红宣布退出了YouTube 因此,韩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律 从今年1月份开始 只要接业配没有标注广告的话 就会遭到5亿以下的罚款 而在8月27号 韩国一个YouTube频道上传了标题为 Apply成员兴举后广告疑惑是真的吗?的影片 内容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成员兴举在8月24号上传的IG 本来只是标注了赞助 但是在网友们质疑没过多久 就换成了广告 而8月14号什么标注都没有的贴文 8月13号出现了广告标签 7周前7月5号的贴文 也在8月23号出现了广告标签 所以不肥网友们留言表示 不适合广告的话就赶紧解释啊 别的事情回应的那么快 护广告却假装看不到 有的一开始就标注了 所以不会是不知道 最起码要道歉吧 霸凌正义本来就是在撒谎 现在还违法了 赶紧解释为什么撒谎了吧 毁掉一个团体后一个人在活动 所以才会被讨厌的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写上赞助后过了几分钟换成广告了 补上之前漏掉的一个 就要求解释 先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欺负Hunju吧 要解释的对象不是另一边吗 可可 不应该是安静的祈祷风波过去吗 怎么还一直累积这种令人反感的形象 应该是为了像AOA米娜一样 让风向改变 所以在总攻击吧 米娜是自己自爆的 Hunju是拜托过网友们 不要对成员们留恶皮 只是自己安静的在活动 网路霸凌者们就想这样毁掉一个人 他们的特征就是拿Tiara跟AOA来搞政治 然后说什么要保持重力 说这种话的人就不要去理他 就算这样能改变什么呢 最近看Hunju的YouTube跟IG的话 真的有很多恶评 或者是要求Hunju解释的留言 所以对于Hunju的互网购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非常喜欢V的YukiJ 一般在综艺节目 常常会使用本期来宾的名字或照片 做出各种字幕效果 但是在语杰森主持的YukiJU 却常常会使用不是来宾的V的照片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一天一皮皮股 CGB EV6GB70 Louis Vuitton CGBT0 总结一下就是 谢谢YukiJ制作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